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单子 上一次的视频我跟大家说了,我申请了永久居民 但其实我还没有走完永久居民的最后两步就是 因为我人在加拿大嘛,我要先出境 然后再回来,在海关的时候进行登陆 然后再等,现在等待时间是61天 等61天我就可以达到枫叶卡了 因为一直都比较忙 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圣诞节的时间 趁着这个假期,然后我去一趟多米尼家 然后回来登陆 那么这次视频呢也看见了我的箱子 所以我这次视频不准备跟大家聊 特别特别严肃的流血问题 我就趁着以收拾行李箱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聊聊天 跟大家聊一聊加拿大生活呀 加拿大比如说这些东西我都是怎么买呀 去哪里买比较便宜呀 这样一些话题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开始收拾行李吧 其实说起收拾行李来 它并不是一件大事情 但是说实话 如果你不去做一个清单的话 很容易就忘掉一些东西 像我去年去坎坤的时候就 我真的就是感觉有点那种说走就走的行程 我也没有就是认真的收拾行李 结果我到了坎坤之后 我就发现我买了好买了防晒服没带 请大家来一件件一件件的检查 那跟大家来看一下我的行李 其实我已经收的差不多了 在这儿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行李 就我已经基本上装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想有几个东西 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我觉得去像去热带啊 这些地方还是有必要来准备一些这些东西的 我做到地上 首先呢收拾行李肯定我们大家会把衣服先放进去 那么衣服我就不多说了 去热带准备的东西 第一个肯定是泳衣 因为有沙滩有海嘛 但是说到泳衣的时候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 一定一定要带浅水服 就是长袖的这种泳衣 长裤长袖的最好 没有长裤也没有关系 但一定要带长袖的 因为我去年我第一次去坎坤 然后我没太有经验 我就只带了一个比基尼的泳衣 结果去到那边就是玩的项目的时候 发现它一个是可能会比较晒 然后另一个就是有很多潜水啊 浮浅的项目 这个时候它底下会有一些石头啊 或者是海草什么东西的 就是可能会划伤你 如果你穿一个长袖的 就会可能更大程度上的保护好你的胳膊啊 腿啊 而且说实话加拿大的话买这种长袖的泳衣挺难买的 而且都特别丑 我看了好多家泳衣店 要么就是特别贵 基本上都在一两百刀左右 就是感觉我觉得还不错的 然后但是长袖的话就特别少 所以我就去淘宝买了一些买了一些 然后用转运公司寄来的 就我觉得像这里面有好多泳衣嘛 然后我拿别的袋子装的 其实像我在淘宝买的这些泳衣 说实话 跟我在加拿大买的比 我觉得比加拿大的好多了 而且不管是质量还是价格都会好很多 就算我用转运公司从中国寄到加拿大来 还是要比我在加拿大买的合算 所以我建议其实大家像这种泳衣啊 有一些东西 如果你在加拿大真的找不到比较合适的话 可以去淘宝买 然后把它寄过来 关于泳衣 我还想说可能很多女生会觉得 那国外加拿大不是有维多利亚的秘密吗 我个人我觉得维多利亚的秘密 挺贵的 而且也没有特别好穿 我去年买的那个泳衣 就穿了没多少次 就感觉它已经变形了 但是我从国内淘宝 几十块买的泳衣 我感觉比维密的好多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没有 没必要去 就是觉得它这边特别贵的东西 一定会特别好 其实不一定 像我就觉得淘宝的东西 有一些真的特别特别好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衣服说完了 就是我觉得防晒服要买一个 如果女生特别怕晒的话 就我还好 但是我觉得要遮一下 有的时候会有虫子啊 或者是阳光特别晒 包括沙子 刚刚或者你刚刚有完泳 你身上挺湿的 还是需要一个防晒衣的 就但是防晒衣的款式 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时尚博主 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这边买啊 也好也可以从淘宝上 像我就是从淘宝买的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叫潜水鞋吧 因为我为什么要买这个 是我去年去砍坑的时候 我当时不知道 然后我就穿人自脱去了 但是因为有很多项目是潜水的 我就穿着人自脱 他要把这个鞋子放在岸边 你不能穿着鞋子下去 这个时候我的脚就被划伤了 而且就是从海边到岸的时候 就是找自己的鞋子的时候 就有特别多的石头 就特别的扎 但是我就看到很多 就是可能他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吧 然后就买了这样的鞋子穿 我就我今年我就记得要买一双 我听他们说是沃尔玛有卖的 但是我这一双是在淘宝买的 因为我想我既然买了泳衣了 我就不如一起把这个东西寄过来 而且这个才几十块 二三十块 然后这边沃尔玛的话 好像也不便宜 关键是我觉得这边沃尔玛的这个质量 没有我在淘宝买的好 还有如果是男生的话 我觉得可以跳过了 然后女生的话 肯定会带很多很多的化妆品啊 护肤品啊 就我 我自己一个人其实拿了有 这么多 好像还有一包 还有一包在我的那个 在我的包里 所以说女生肯定是要带 很多很多东西的 我给女生的建议就是带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些 平时买化妆品送的中小样 这样可以节省一下空间 然后另外呢 我还带了就是 一点点沐浴露和洗发水 还有护发素 因为有时候我去年去的时候 虽然酒店有 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酒店用的 因为我觉得男孩子可能无所谓 我觉得女孩子的话 就像头发呀 如果你换了一个你不喜欢的洗发水 你会觉得 七天特别难受啊 像这种 呃 洗发水啊 沐浴露的中样啊 小样啊 在shoppers就可以买到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戴美瞳 或者是隐形眼镜的 我建议大家一定 一定要戴日炮 因为去到那里之后 如果你戴的是年炮啊 或者是月炮其他的 你就要每天去换这个 清理护理液 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卫生 但如果你戴日炮的话 就会好一点 刚才说衣服的时候 我忘了说一点 就是去像多米尼加呀 还有呃 坎坤这些地方 他们这种全都包含酒 的全都包含的酒店 它有一些餐厅 它是有这个dress code 就是说你一定要 你不能像男生 不能穿短裤啊 或者说你不能不穿 上衣就去吃饭 他会要求你着正装入场 所以我在行李里面还戴了呃 就是正装的裙子呀 还有普通搭配这个裙子的 普通的鞋子 就是不是人之托的鞋子 呃 然后除了衣服之外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我推荐大家可以去买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装药的盒子 呃 可能很多人来加拿大 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买 其实这个就 shoppers就有 我平时特别喜欢逛这种小商场 然后我就会发现 其实加拿大并不是像 大家想的那么 那么不方便 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就是说你要去不断的 找仔细的找仔细的翻 但像国内的话 它更方便的地方在于 可能你所有的东西 在淘宝都能买到 但是你在加拿大的话 你可能要去不同的地方买不同的东西 或者要去 你想买这个牌子 你就要去这个牌子的官网来买 可能会麻烦一点 但是你仔细找的话也会有 像出去的话 我们一定要带药 这个是挺重要的 呃 像我平常吃的一些药 我也会带着 我觉得有一种药 特别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呃 这个药也不是药吧 就是我们去多米尼加啊 坎坤啊 古巴这些地方 它的酒店就是吃住 全都含的 而且包括你的机票 呃 你在这个酒店里面 像我去年的时候 我一天可能会吃五顿饭 然后我就特别怕胖 所以我去年的时候 我带的是GNC的一个 就是促进身体 新陈代谢的一个药 我已经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然后我今年我带的GIG 这个是个酵素吧 就也不是广告 是个是我自己买的 呃 这个药呢 我就自己觉得挺好的 也没有什么 吃了之后没有什么感觉 它其实就是促进你的排便吧 我觉得因为你出去 像我的话 我出去之后就可能很容易便秘啊 所以我就会带一个GIG 呃 我已经把它装到 但是我已经把它装到这个小药盒里了 所以就还挺方便的 再一个我想说 有一个东西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我也是在淘宝买的 加拿大这边有 但是我觉得像女孩子们 比较喜欢可爱的东西 而且我的话 我觉得这边的 它有点贵了 我这个 这个就是手机的防水袋 就我是从淘宝买的 在加拿大买的话 我看到的好像有十几刀吧 而且挺丑的 这个好像才二三十块人民币 就还挺便宜的 而且很轻 寄过来也不用多少运费 前面我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就是有一些东西 我是在淘宝买的嘛 呃 我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哪一些东西是 呃 可以在淘宝买 哪一些是可以在 加拿大本地买的 就 我给大家看一些东西 这些 这些 这个是GoPro的一个 就是水下用的一个 盖 盖吧 然后这个就是 各种各样的配件啊 然后包括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我买的特别喜欢 这个是可以放GoPro的一个浅水镜 这些东西 其实呃 加拿大的话 你你认真找 是能够找到的 但是我去商场看了下 我觉得特别贵 我我我这么一个生活非常精打细算的人 我就觉得 这个在加拿大买真的太贵了 因为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嗯 就这种这种 这种小的配件 然后就 他会在加拿大 我那天去商场看了一下 Sportcheck是 好像是几十刀 有几个吧 然后我买了这一堆东西 这一堆东西好像才花了 一百多块人民币 就我买这一堆东西的钱 可能还比我买 在加拿大买那么几个配件便宜 所以像这些东西 我觉得大家可以 就是淘宝买啊 国内买好了之后 用转运公司把它寄过来 其实我有算过的 用转运公司寄过来 也是比你在加拿大 时间买要便宜很多的 最后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在淘宝上买的特别特别满意 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 就是这个 呃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 编织包要一百多刀一个 我觉得为什么一个编织包要这么贵呢 我就去淘宝买了这个 好像几十块吧 我也不记得了 也很轻 寄过来也不是很贵 所以其实你出国了 不代表你就放弃淘宝了 你还是可以在淘宝上买很多东西 然后享受一下这个 呃 打开包裹的乐趣 还有一个就是 收完了我们的衣服呀 要带的鞋子 对鞋子带人子托 呃 还有其他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外呢 当然还有一些呃 个人用品 像牙刷牙膏呀 这些 就我还是更喜欢带自己的 所以我这些也都带好了 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 一一的去一起来往里面放了 然后我会把我自己整理好的清单 po在这个视频里面 还有我的文字版里面 然后要最后呢 呃 所以说在飞机上 你的这个上机杯的这个 随身的小包里面会放什么 有一个东西我是一定会带的 就是这个 这个是花王的蒸汽眼罩 就我觉得 呃 我在飞机上要飞八个小时嘛 可能会睡得不太好 然后带着我前几次有几次坐飞机 带了这个就睡得特别舒服 所以我就特意去买了一盒 然后我自己的包里面放了几 放了几片 然后给我男朋友的包里面也放了几片 最后要跟大家讲的是 呃 出门一定要带的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护照 呃 这里正好也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我收到的从移民局寄回来 如果你要landing需要用到什么东西 他给你寄回来的时候呢 会有这样一封信 然后 每个人还有一封信 这个是我跟我男朋友的 然后他里面会有这样一封信 上面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因为可能信里面会有一些个人信息 然后有这样的 护照啊 还有我的学签工签什么的在里面 他会给你在这个护照上面 给贴一个新的visa 然后这个visa是one time only 你只能用一次 也就是说在你landing的时候用的 这个是我这次形成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然后这个东西一定不要忘了带 包括就算哪怕你不是出国 为了回加拿大landing 也要就是检查好自己的护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别忘了带一支笔在你的包里 因为我有很多次都没有带笔 加拿大的航空 他又很少给你提供笔 你只能去跟旁边的人借 还要等人家写完了 你才能填这个入境卡 所以我这次就把笔已经提前装在了我的包里 也给大家提个醒吧 我会把它写到我的那个行李的checklist里面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这些了 可能这次视频就是比较闲聊吧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大家就是放松了一下 看一看这个视频 可能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就要圣诞节了 也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